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不太好 我知道我们发姐跟我说说 要想小而安 三分鸡与寒 所以我经常就忍饥受恶受冻 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 咱们还能够说上哪几句养生生口溜 白菜不如白菜 这也是一句 上床萝卜下床经 上后摆不早 能活99 那好 其实刚才咱们大家呢 也都说上来了一些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 让他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养生的顺口溜当中 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些养生方法和养生的智慧 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周建教授 欢迎周教授 您好 周教授 欢迎您 来 请坐 周教授 今天您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句养生顺口溜是什么呢 吃米带点糠 老少兜安糠 这个蛮押韵的哈 叫吃米带点糠 老少兜安糠 咱得先说说 就是这个糠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第一个糠字啊 这个糠呢就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稻米的外面有一层是稻壳 就是在米上面附着一个薄薄的糠皮 就种皮 那我们看一下这样 这个呢是外面是那个稻壳 然后这里面是这个肿皮 然后包括一些胚的部分 这个整个算起来呢就叫糠皮 要知道这东西好在哪啊 咱们首先得认得出来 您看咱们面前呢摆了四样东西 稍微增加了一点难度啊 可能对于稍微上点年纪的观众啊 能够准确的分辨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对于两位年轻人来说 能不能够挑选出来 来两位到台前头 做饭所以我这你两眼就能知道那是什么 第一个是芝麻 这是孜然 这是花椒面 这应该是花生仁 这是花生仁 你用手可以感觉一下 我觉得 这是刚才那个图片上那种状态 怎么这么湿啊 对到底 你看跟哪个比较像 咱们挑一个 这个咯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像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接受 应该是弄得比较细碎 然后才好吃 那这个也太细了 那你觉得是 那我就选这个了 这个 这种 咱们俩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觉得是吗 很像卖片 卖片 但我觉得 既然能打碎 干嘛不打得再碎一点呢 就这个吧 那就这个 粉状的 对 这个东西是吗 就添点水就能吃了 反正肯定不是这个 那你觉得是这个 我觉得是这个 菜子觉得是这个 那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的 我们说的叫吃米带点糠的那个糠 对 还是请周教授出来吧 来 周教授到这儿来 请您到这儿 那你觉得哪个是 我们俩 我们俩 我们俩就这个 我单色挑的是这个 我挑的这个 这个是豆壳 这个呢 是米糠 哦 米糠 是我想这个 这个是麦糠 麦糠 这个是麦子的那个肿皮 这个是米的那个肿皮 大概比如说 壳是衣服 而这个米糠呢 则是皮肤 对不对 对对对 就像他说的 那衣式的这个肿皮 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场的观众 哪位观众 就是在过去的岁月当中 曾经吃过这个米糠 有没有 一股丝甜 吃过 好吃吗 什么味儿啊 那时候来说吧 挺难吃的反正 难吃啊 哎可是我闻着 那好香啊 有没有什么香味儿 拉嗓子 是吗 您怎么坐着吃啊 这 掺上菜 蒸的那个菜窝头 所以您觉得这个挺难一下咽的 挺难吃 拉嗓子眼 现在咱们是为了这个健康 调整我们的身体 才要吃它 这会儿我们接着说 好 谢谢周教授啊 那咱们再来看看 为什么吃米带点这个糠啊 老少就能够安糠 看看它有什么好处啊 一个问题 那这个吃米糠 可以令我们人体的 什么指标下降呢 因为有一些人啊 指标都特别高啊 血糖 血压 还是血脂呢 现场100的观众 请表达一件 大特以前有没有听过 老人家提到 这个糠有什么好处 对 关于这个糠字 我所有的了解 都局限在这个 吃糠咽菜的四个字上 就跟这个东西 是跟苦日子有关系的 所以 这个东西一定 保持 不好吃 不甜 所以要我选的话呢 吃这东西 既然它不甜 是苦的 那一定是 吃完了之后 这个血糖会降下来 但是我想 如果是现在的话 因为我知道血压 好像是跟情绪有关 是不是我们在 大鱼大肉吃多了以后 偶尔吃点这种粗粮 吃这不好吃的 应该会更难受 因为他们说吃了素以后 心情会很好 就吃多了大鱼大肉的人 所以我觉得应该 是不是跟血压有关系 对 这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 稍微有点难 我们看看 我们现场观众们的选择如何 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可以降血脂 或者呢 是可以降血糖 到底能降哪一个指标 我们看看专家告诉您 吃康的好处是 能够降血脂 我们现场的观众 非常的厉害 大多数观众是选对了 我一看这个结果出来以后 我就觉得 群众的眼睛是血量的 首先呢 这个米康啊 它对降血脂效果很好 因为呢 它含有膳脂纤维 膳脂纤维呢 可以促进呢 这个胆汁的分泌 那胆汁的一些成分 跟胆固醇呢 结合起来以后 形成胆酸 去消化食物 就是降低了胆固醇的水平 另外呢 还有一些这个胜纤维呢 它有抑制血脂的吸收率 那么这样呢 两个因素结合起来 它就降低了血脂 那您看 既然是咱们中国流传下来的 养生顺口流 那就意味着咱老祖宗 对这个康 也是有一定认识的咯 所以我们看啊 它是通肠 开胃 下气 磨肌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呢 有通力肠胃的作用 另外开胃 下气呢 和磨肌块都是消食机 在中医认为呢 就少量的米糠呢 然后呢 就可以呢 促进肠乳动 然后消食机 这样比较好 另外呢 它实际上对血糖 也有影响 因为呢 吃了这个 富含这个米糠以后 它可以延缓 那个血糖 上升的速率 比如我们正常人 吃完了以后 胰岛素管着 所以呢 它就可以上升的不很高 而糖的病人 就上升特别特别快 那么吃了米糠 这种好 富含三次纤维食物呢 它呢 就上升速率比较慢 所以呢 对糖的病人 也是有好处的 那刚才叔叔也提到了 这东西特别难 你是不是喜欢吃 那我们看看啊 在中国烹饪大师 侯玉瑞的手中 怎么样啊 把这个不好吃的东西 变成好吃的味道 我们有请 何家博士和侯玉瑞大师 有请二位 好的 小鸡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是 中国烹饪名师 侯玉瑞老师 侯老师 您好 您好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好 今天做的是个米糠发糕 米糠发糕 用的材料 对 但是虽然说 把米糠放在最前 但是光用它做呢 就像我们说的 并不好下咽 所以这里边呢 要有 应该是60%是面粉 面粉 20%呢 是这个米糠 米糠 然后20%呢 是玉米面 加一点玉米面 对 我们先来算一算 这个比例啊 60%的面粉呢 比如说是三两面粉的话 那么就是配 一两的米糠 一两的玉米面 对 差不多了 另外呢 还要加上这个酵母粉 酵母粉 还有红糖 还有小枣 侯老师呢 今天也带了 他的助手奶 我们就请他的 这个小伙子 帮我们操作一下 对 那么做这个呢 首先呢 这个米糠啊 做了处理了 怎么处理呢 怎么处理呢 一个是 它这里边呢 有很多呢 就是米 壳上边那些 粗糙的物质 因为它最轻 所以呢 一般的情况 我们把泡一下水 泡到水 漂到最上边那部分 撇掉 纯木质纤维的壳那部分 不要 然后把剩下这部分呢 拌上进去 好 这样呢 就是这个粗糙的 拉嗓的感觉呢 就下降了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剩余的倒壳的这部分给它去掉 对 用水把它撇掉就行了 撇掉 对对对对 然后把这三种面粉呢 放在一块儿 加上红糖 然后呢 这个泡打粉和这个消磨粉呢 用水把它泡开 消磨粉呢 一般的情况用温水啊 把它化开 就是别的温度太低 这样呢 有益于它发酵 而且呢 这个发酵的过程啊 对于米汤来说 也是一个 把它的这个营养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对对对对 本来我们知道这个米汤当中呢 这个维生素B组就是非常丰富的 对 经过发酵之后呢 这个量又可以上到一个更高的档次 对 是这个道理 其实我们知道呢 米汤之所以认为它很好吃 又很有营养 就是因为在加工米的过程当中呢 先要脱壳 脱壳过程当中呢 机器的这个动力作用呢 不可避免的就把米的外皮呢 伤及掉了 尤其是把粮食当中叫微营养酷的那部分 就胚芽那部分 它质地最疏松 把它碰掉了 碰掉了一份 它就没在大米当中 在我们做饭中中吃到了 随着米糠 它跑到米糠里头 所以其实我们吃的这个大米 只是一个纯的淀粉 对 那但是呢 这个蛋白质啊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都跟着米糠就走掉了 没错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米糠做一个精细化的处理以后 做完之后 让它改善口感了 但是从营养说呢 把大米的营养又给锁回来了 明白了 对 而且这个呢 其实就是叫做粗粮的细作 对 像这样的一个面 火好之后 一般要静置多长时间的发酵 有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就可以了 十分钟左右 然后再 然后上锅 上锅蒸 再上锅蒸 现在这个 面就和好了 面和好了 这面呢 就别太干了 发高发高嘛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叫蓬发的空间 水分的要大一点 所以这个呢 又是第二个诀窍了 就是和的时候 这个面不能太干 对 略稀一点 对 有利于它的蓬发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和好的面的感觉 其实是很稀的 还有一定的这个流动性 然后把枣子放上 对吧 嗯 它把这枣呢 整齐的排列 然后可以按照这个呢 就切成小块 一块上带个枣 嗯 哦 原来我们 现在我们知道了 原来这个带着小枣的这个发高 是这样做成的 对对对 然后呢 把这个呢 把周围往前一卷 对 中去一卷 对 哦 这也是一个 这算剃布嘛 对吧 剃布 然后呢 盖上盖 像这么一个吧 我们说蒸25分钟左右 25分钟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刚才我们在厂下 已经做好了一份这个米糠发高 那我们可以从侧面的这个蓬松感 大家就可以看到 哎 这个发高做的是真的是又松又软的感觉啊 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制作的这个技巧 首先第一个不是全用米糠啊 米糠呢 大约是五分之一 对 大约就是两成 对对 另外呢 还要加上这个面粉和玉米粉或者是豆粉 对对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为了让它更蓬松 可以加入这个酵母粉和泡打粉 对 第三步呢 就是在这个活整个面的时候略微的稀一些 有利于它的蓬发 对 除了这个米糠发高之外啊 我们这个小师傅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米糠四洗脚啊 看起来这个营养的搭配比这个米糠还要更丰富一些啊 嗯 好的 那这样我们就请小师傅来送给我们的几位嘉宾 还有观众朋友尝一尝吧 谢谢你 那好的 也谢谢洪老师 谢谢你 谢谢 太好了 都快眼巴巴的看得望远一圈啊 谢谢小师傅 谢谢小师傅 太好了 来先一人拿一块好吗 吃咱的 你喜欢吃咱的就拿这个小小子去啊 吃咱的我要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一定要给我们这个十四号的叔叔尝一下 您看看和您之前吃的这个有没有不一样 这个送给我们这边的观众 大家尝一尝 看看用汤做的 这个四起饺 好不好吃 好享受啊 我得问一下 14号的叔叔 比那好吃了 比以前好吃多了 那确实 我那时候吃那 确实辣散了 没法吃 那用这样的方法做 您是不是能接受呢 能接受 这个爱吃了吧 对对 师傅做得太好了 这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 第一个养生生口溜 叫吃米带健康 老少都安康 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想知道第二句是什么 吃酒不吃菜 必定醉得快 如果他不吃菜呢 他就是空腹 胃里面空空如也 然后这时候呢 他没有食物的阻挡 这个酒呢 是含有酒精的 酒精呢 就是肠蛆植入 就被联盟的是 很容易给吸进去 然后呢到肠道 这样呢 血的这个酒精的含量 就增多 然后呢 肝脏的解毒功能 又跟不上 所以呢 他就醉得快 咱们得看看哈 除了这个酒后 不能下车之外啊 那还得提醒您一句啊 也不能空着肚子喝酒 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们身体 还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看下一个问题 那空腹饮酒 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是会导致血压升高 还是血糖降低 还是血脂升高呢 这三样按说都不太好啊 现场100位观众 请教大家一件 你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东北讲话呢 叫这个叫甘蓝 就是什么都不吃 干喝酒 喝完了酒 最后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 情绪激动 对 血压升高 脸也红 对 我觉得就是情绪容易激动了 对 激动那肯定血压 就会往上升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们俩应该很有把握 好 那咱们看看 我们现场100位观众 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 都是血压升高 对啊 那咱们看看 除了刚才啊 这个周教授提到了 会导致我们未粘膜受伤之外 空腹喝酒 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一定千万记住啊 要吃东西再喝酒 等一下广告 让张家来告诉你 好 欢迎大家回来 咱们有的时候啊 赶饭局的时候 万一要迟到的话 肯定到了先罚三杯酒 但这样的话是非常容易 最不说还有可能会带来 身体的伤害啊 咱们看看这种伤害是 肯定是我们的 血糖降低 这个好难理解啊 你看好多人都不太明白 因为首先你空腹的时候 就不吃食物 实际上就血糖本身就少了吧 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空腹呢 酒精呢 直接作用完了以后 就刺激胰岛素 大量的分泌 那胰岛素呢 有降血糖的作用 还有一个呢 这个酒精呢 它是空腹 很快的就做到肝脏了 又抑制了 干了糖原的分解 肝糖原是什么 是糖库 就是身体里糖不多的情况下 它分解就供给人 只需要 但那糖库呢 一直都分解了 那这个几个原因 都造成它血糖低 但是我从教授的这个 这个描述来讲 我发现了世界难以攻克的 一个医学难题 就是降糖 可以不用打胰岛素 空腹喝酒啊 那糖尿病人的这个糖 马上就降下来啊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一举两得呀 糖尿病病人是万万不可能空腹饮酒的 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比如糖尿病病人 一般来讲 它是服降糖药 或者中的人打胰岛素 这是我空腹饮酒 血糖要降低的时候 很可能造成低血糖 低血糖 有什么危害呢 轻则呢 可能头晕 虚脱或出汗等等 重则呢 如果时间这个血糖是什么呢 它血糖是供给人的能量 血氧 那如果时间长了以后 脑细胞没有氧 那可能还植物人呢 那你说是厉害还是地大 对不对 另外一个 这个酒精 它是对人的肝脏和肾脏 有很强的毒害作用 那糖尿病病人 他可能会有脂肪肝 或者他也有糖尿病 肾病 那这个空腹喝酒 这么迅速 在肝脏解毒功能 又很差的情况下 就非常非常容易 加重它的损伤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实际上呢 这个酒啊 它是高能量食物 一克酒精呢 它是可以含七大卡的热量 那么你老喝酒以后 尤其是对于 保育胖的糖尿病呢 它可能就超重肥胖 对 所以一般咱们要是 真的喝酒的话呀 咱们备几个下酒菜 你反正下酒菜 对于这酒来说是 这酒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老北京 他们以前 尤其是拉平板车的 他们吃什么呢 基本上是白肝 就着炸蚕豆和炸花生米 为什么就着这个呢 因为这是富含脂肪的食物 它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下酒菜是 未免太单一了 而且时间长会高血脂 那大家想想 应该吃什么样的下酒菜 比较好 我估计这每家每户 不太一样吧 我问问男士啊 下酒菜 我一般地是猪排黄瓜 这个萧葱板豆腐 您说这个 刚才两位叔叔说的 哪种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他们俩这个都还不错 首先它是什么呢 是凉菜 对吧 我们下酒菜很少有热菜吧 都是凉菜 因为酒呢 是新温的 对吧 新热的 然后呢 用凉菜呢 给它去综合一下 实际上是中医的这个 寒热平衡 阴阳平衡的道理在里面 另外呢 他们这两个配的时候 都是荤素搭配 对吧 它是黄瓜和猪头肉 那么有蛋白煮的东西 有蔬菜 它是小葱拌豆腐 那是植物蛋白和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看大屏幕 首先呢 它是这个有花生米 对吧 这个是含脂肪比较多的 这最受欢迎了 另外呢 这个呢 一般都会有些动性食品 凉菜 比如这个 鸡蒸 鸡蒸 这个是最香的 鸡翅 对 或者什么 然后这是皮蛋 皮皮 它呢 都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蛋白质的食物 如果有什么特点呢 它比较耐机 这样呢 我喝酒时间可以 糖一点 另外呢 这些食物里面 东西食物里面 含有一些脂肪 实际上也保护胃粘膜 那么除了这以外呢 比如说这个就也不错 它还有糖 糖呢 是可以保护肝脏 有利于肝脏解毒 另外呢 是荤素搭配 也有蛋白质 也有脂肪 也有碳水化合物 能吃饱 刚才我 他们所说的那些呢 都是可行的 这个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第二集 养生生口溜 您今天带来的第三集是什么呀 我们接到第三集生口溜 是每餐一勺醋 不用倒药铺 这个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 这么受大家欢迎啊 醋呢 是温性的 你看我们吃凉拌菜的时候 是不是多多少少是加了点醋 对 为什么要加醋呢 其实有两个含义 因为好多凉拌菜 比如说黄瓜 折头 太凉了 折头它是凉的 那醋呢是性温的 所以它也是寒热提衡 另外呢 醋有杀井的作用 那凉拌菜呢 可能怕它不卫生的时候 我用这个就比较好 文朝贝耀中说 醋可以除湿 散淤 解毒 下气消食 开胃 散水气 其实呢 我们一般讲呢 醋脚有三大功效 一个是消食机 就是说呢 我平常的时候吃多了 撑了以后 我可以喝一点醋 然后有助于这个实际的食物 给消化 另外一个呢 好处 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好处 就是活血 现在呢 好多病 比如说心血肝病 脑血肝病 和恶性肿瘤 都跟血瘀有关系 这三个病 都是死亡率占前三名的 那我们适当地喝点醋呢 有助于活血 所以改善这个 血液粘稠度 是有好处的 其实我们家 虽不是山西人 但也特别爱吃醋 我都把我们家的醋带来了 来 拿上来给大家看 各种各样的醋 我一定要拿起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都是咱们做菜的时候 会用到的醋 饺子醋 白醋 还有蟹 吃蟹的时候 蘸的醋 果醋 红醋 这么多的醋 是不是所有的醋 都有刚才 我们老师提到的消化 促进消化的作用呢 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哪一种醋 是最没有营养的 就您可能用它的话 就没办法起到醋的 这些好处了 橙醋 白醋 还是米醋 先上100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大特你们家 它用哪种醋用的比较多一些 我们家用白醋用的还真是比较多 白醋多 对 白醋是特别特别酸 然后也不破坏色泽 比如喝汤的话 换点白醋特别好 所以它怎么可能会没有营养呢 我觉得成米醋吧 米醋 我觉得也应该是米醋吧 因为白醋我知道 它不仅可以就是食用 而且它还可以拿来擦什么东西啊 然后洗什么 除那么污垢什么的 那应该就是没有营养的吧 否则怎么那么舍得 用它来当清洁系来的 但是白醋有不同的种类 和不同的品级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米醋吧 我看出来了 好像对于这个问题 两位都不是特别有把握 好懵 是吗 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场观众 是否有把握啊 最没有营养的 大家都觉得是白醋 到底每一种醋 是最没营养的 我们看看是不是白醋 但是 哇 我们观众好厉害 确实是白醋 应该这么说 现在这种品醋 都有营养成分 只是相对来说 白醋的营养成分比较少一点 因为它主要是含醋精和水 其他的相对的营养成分 比较少 而其他的醋呢 可能胺基酸的成分更多一点 所以白醋呢 相对来说这里面 营养成分少一点 但是它也有它价值 它只不过呢 跟其他来讲 不是直接喝 而是作为喷条 或制菜用 我们会吃这个饺子醋 蟹醋 这果醋就是当饮料 饮料的 红醋 像这些种醋 哪一种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这几个各有各的特点 比如那个饺子醋吧 它实际上是一个复合醋 就是说它拿骨类完了 它加加蒜 平常我们吃饺子的时候 是用醋再蘸蒜 那我们买了饺子醋以后 我们就不用蒜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种一举两得 比如蟹醋呢 是什么用呢 比较有蟹 姜 有姜吧 对 它是吃螃蟹用的 螃蟹呢 是大寒的 所以呢 它这个醋里面 它是放了的 有醋 有白糖 还有生抽 另外它重点加了 姜和葱 没错 剥爆一遍 剥爆一遍 配料有水 还有嫩姜 姜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解鱼蟹毒 那我们也不用 平常吃的 怎么那么复杂了 我直接呢 就用蟹醋来吃螃蟹就可以了 果醋 果醋呢 它是什么呢 拿水果去蒸醋 它实际上是一个醋的饮料 红醋呢 它是这样的 一般拿那个红菊给它做 然后呢 它颜色特别鲜艳好看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特别有增加食欲的作用 我见过特别能喝醋的人 就山西人 就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配着这一小碗 它一顿饭能喝半小碗醋 有的人就顶多一小勺就够了 就这个美餐用量上有这个讲究吗 醋呢 就不要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以后呢 它既可以开胃 但是多了以后 它也伤胃 我见过一些老同志 就是他天天顿顿都喝好几勺醋 后来回头告诉我 周老师 我现在胃不好 那说明什么呢 他就吃多了 对吧 所以我们每餐呢 一勺醋 而且这勺呢 还不是大勺 这样呢 就是不用到药 不用到药了 那咱们要看看啊 这个醋在大师侯玉瑞的手中 又会发挥怎样的妙效 我们有请何家博士 和侯玉瑞大师 有请二位 好的 小季 那我们就要来请侯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您今天 给我们介绍一个什么样的做法 今天呢 我是用醋呢 为主的调料 给大家做一个叫酸辣汤 酸辣汤啊 这个酸辣汤 其实我在家里也做过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么呢 就是太酸 要么呢 就是这个醋的香味不够 然后还有股很奇怪的味道 那您有没有什么诀窍 说不定你观察事物太细了 的确实有这个问题 就包括专业厨师做呢 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烹饪这类菜有好多种 什么醋椒鱼啊 酸辣鱼蛋啊 是吧 酸辣汤都是啊 那么行业上有一个规定 叫出锅点醋 所以好多人就遵循了这条定理 但是出锅点醋以后呢 酸气扑鼻 但是有些人就提前加醋了 提前加 但是提前一煮呢 醋酸分子挥发了以后呢 酸气不够了 闻着还可以啊 但是一喝 这个味不是味 对 这个味我们专业管叫义香 义香 奇异的义 那就是怪味 怪味 就是收干水的 那这样 就是出锅点醋呢 也不好 这个提前加呢 也不对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先卖个关子 看看侯老师 怎么来教我们 把这个酸辣汤啊 做的又香 这个又好吃 营养还丰富 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用什么材料吧 今天其实我们呢 主料辅料加配料呢 十五种做一个酸辣汤 十五种 十五种 那么首先说呢 葱姜 香菜 葱姜香菜 调料 这个这边呢 有醋 老抽 盐 料酒 酱油 香油 胡椒 也就是我们家里常用的这些香料 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淀粉 鸡蛋 黄花木耳加豆腐 第一个呢 我们把锅呢 开到大火 先把豆腐放进去 先把豆腐放进去 这个豆腐提前 豆腐呢 事先呢 对 我们焯了一下 先把让它 去了一下豆腐 因为呢 这个是用那个 卤水点的豆腐 焯完之后 有点凝结 先把它把它煮开 我们可以用这勺子 当这水的方式 让它一点点都开了 然后呢 我们把黄花 也把它放进去 黄花也是提前泡好的 对对对 把木耳也放进去 木耳 然后呢 把姜和葱也放进去 这么简单啊 这个太简单了 但是呢 关键就是怎么点醋 关键就在 对 点醋这个 点醋和勾芡的 这个过程上 对 这会儿呢 我们提升一点点盐 通常我们说呢 按低盐的说法啊 含盐量1% 大家吃的呢 咸盐都合适 也不会感觉 但是呢 千万记住 因为酱油也含盐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酱油里边 含盐量 就刨出去 就可以了 我们这两勺盐呢 下去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们加一点点料酒 通常说呢 有五克就够 不用太多 有五克就够 然后香油呢 也可以把它先放进去 香油又不多 最多五克就够了 然后呢 这个煮的过程当中呢 把香油又复香的作用 对 这会儿呢 我们把醋先放一点 待会儿再放一点 就是 您的意思是要分两次放 第一次差不多 有一勺 对 有15克左右 15克左右 首先要放一次醋 对 然后出锅再放上醋 出锅的时候就要再放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经过煮的时候 醋酸分子挥发了 对 现在我们闻到醋味了 已经有醋味了 但是喝的时候呢 适口性就不好了 就有意味了 所以出锅的时候呢 我们再临时再喝点醋 那么这个醋呢 既没有 就是生醋的那种 没有那个冲味 冲味 但是呢 又把原来我们的那个 异香那个作用 又给中和了 让它变得很适口 明白了 所以这真是个技场 然后呢 这会儿呢 辣哪儿 辣就是胡椒 这个还要加点酱油 这个酱油 再勾完芡以后再加 勾完芡以后呢 这个芡汁呢 显得通透一些 好 大家看这个芡汁 基本这样的吧 这个时候再搁点酱油 这效果才好 这是这个老抽 酱油也不着急 对 这样搁完之后呢 这个会颜色特别 红亮红亮的 通透 明白了 现在看起来这个颜色 是吧 颜色特别通透 好了 下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鸡蛋放下 你看这芡粉 芡汁多漂亮 是 剩下的就我们说的 出锅点醋 哦 来了 这是第二次加醋 第二次再点醋 干 漂亮 这一次要加多少 然后呢 差不多10克 10克 为了增加点香味呢 差不多有三克味精 你看有点鸡蛋嘛 好了 可以了 好的 关火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香菜一撒 齐了 那这个酸辣汤呢 已经做好了 那虽然是非常简单的食材 但是经过侯老师的这个妙手之后 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 谢谢侯老师 那这个酸辣汤呢 我们也是请台上的嘉宾和主持人来品尝一下 谢谢 我们请小伙子包我们一下 谢谢 好 也谢谢我们刘吉童厨师啊 谢谢您 谢谢 好少啊 那么一大锅就可以吃了 就四碗怎么分呢 限量吧 一人一碗 大厨啊 你看人那么牵扬 咱俩太不好意思 拿着就喝 咱俩换一下 喝完之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味道啊 我觉得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更浓稠 而且那个醋的味道体现得很突突 你好实心眼啊 你看人大厕了吗 那根本不说话 你为了节目录制的需要 咱时间加快 你给我打一包 我还是先说啊 我的感觉就是 这醋很浓 浓稠就不用说了 对 这个醋的味儿特别的正宗 虽然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醋 但是我觉得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 以前的就是嘎酸嘎酸的 就是一个酸 就跟那大扁性似的 但是这个酸是非常有质量的 一吃下去感觉 妈妈也来了 奶奶也来了 姥姥也来了 一家人全来了 特别温暖的感觉 有那个家的味道 特别温暖的感觉 家的味道 而且这个秘诀就是要点两次醋 两次醋 所以这就是大师的手艺 那咱们喝着这个香濃的酸辣汤 再说说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第四句 养生的圣口流是什么 硬吃开梅粥 不吃皱梅饭 大家说一下开梅是什么意思 开梅 舒展 开心了 对 梅之处于舒展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高兴 就是说它是高高兴兴的去做粥 那粥梅是什么意思呢 粥梅是生气了呗 边哭边吃 对啊 愁眉苦脸 或者生气了 什么这些情况 你生气的时候 你那意思是吃饭不好 中医说大怒伤肝 所以我们生气了以后 一般都说 气得我肝疼 气得我吃不下饭 对吧 所以呢 古人就说 怒厚不能辨识 大怒以后啊 肝的舒适功能就差了 对脾胃的功能是有影响 所以它消化就不能消化 吸收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愁眉苦脸也不行 愁眉苦脸呢 这个肝气不舒打以后呢 它情绪抑郁 对于它的消化也是不好的 这要是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吃饭 不光影响到肝 同时还会影响到 咱们的整个消化 对 那咱们看看到底 会对我们的消化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 那生气的时候 我们的胃酸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因为这个胃酸 会影响到 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 是增多还是减少呢 现场100位观众 请调答应 见 你自己感觉是增多还是减少 一定是减少 为什么呢 因为胃酸是干嘛的呀 开胃的呀 你怎么这么心事难大地减少呢 就是它如果是增多了的话 你就是胃口大开呀 因为生气 所以没胃口 没胃口是由于胃酸减少 我们看看大家是否清楚啊 观众选择的是 其实应该说是 这差三票 对应该说是各自占到了一半 这个确实有一点难 那这样稍微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和您说 为什么不能够 在不高兴的时候吃饭 无限期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春天该吃什么 夏天该喝什么 秋天该饮什么 冬天该补什么 养生专家为您揭晓 顺口溜中的 四季养生智慧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好 欢迎大家回来 对于咱们中国家庭来说啊 特别在意的呢 就是一定是 全家团圆在一起啊 然后吃一顿开开心心的饭 这一顿饭当中啊 就不能够说不高兴的事 不然呢 肯定这个气氛不好不说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进餐啊 那真的是对这个胃酸有什么影响 还没考虑过 我们看是增多 咸小的 会增多 就是因为它生气以后吧 就比较紧张 紧张以后呢 它就促进那个 胃酸的增密增多 胃酸是消化食物的 如果过多了以后 它就消化胃粘膜了 就会溃疡了 那咱们说的是生气的时候 这胃酸增多 那有的时候 比如说生点小闷气 它不愿意发出来 就那种比较抑郁的状态 就那种状态 那胃酸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增多还是减少啊 那请现场的观众想想 是减少还是增多 我觉得应该是吃不下饭 应该是减少了 减少了 是在减少吗 是 是减少 是减少 所以生大气生小气都不行 对啊 那个就是说整个抑郁状态嘛 那是机器里的各种脏气 它也是抑郁状态嘛 所以它胃酸就分地就少 所以中医主张呢 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呢 应该高高兴兴的 心情愉悦的 最好是旁边还放着 很酷的 音乐 舒缓的音乐 在这边 veramente 很酷的